各位同心大家好 都參加過初級班了嗎? 有 所以你們是來參加第二次 第二次參加完之後還有三關要過 三關過了之後呢 你們就要去找知識報導 去選擇你們想要參與的領域 再安排服務訓練 一步一步來 對於我們台灣法理的認識 來參加初級班高級班 這是一個非常大實的課程 而且會讓我們的整個想法會大大的改變 那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才會看到 我們台灣真正的處境 台灣的處境在七八十年來 透過了政治的手段 透過了教育的手段 透過了科目的資訊 把我們現在還活在台灣島上 這些人搞得迷糊 連我們自己是誰我們都不確定 問你說你是中國人嗎?好像是喔 你是台灣人嗎?也是啊 所以就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 到底是誰?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很少有很確定的答案 其實本土台灣人就不是中國人 那麼因為1949年 那麼ROC留言政府他們從 從China那邊逃難來到了火魔島 那在這裡一起生活的結果 又有跟台灣人通婚 所以現在的我們有一些台灣人 爸爸是中國人或是媽媽是中國人 那生下來的一半 一半的台灣人一半的中國人的血統 然後再來呢 在20年前又開始有外配啦 陸配啦 這些婚姻系統的啟動 所以就很多的中國大陸的新娘 就嫁到台灣來 然後又產生了 又產生了這個下一代 所以到 透過這個學歷的這樣的一個通婚的結果呢 會弄到 我們有一天台灣人會消滅 會不見人 那因為他的誰是誰 他的誰是誰 他的誰是誰弄這個他也是 他的誰 所以非常的不好處理 那以後我們所有的認定 我們是靠什麼 一個是血緣的問題 如果說你的血緣要如何鎮定是說你是本土台灣人 就是你的父母親或是你的土父母 在1949年以前有那個 戶籍成本上 有日本政府所做的那個戶籍成本 那代表說你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他們是日本人 那你就是 你的血統就是本土台灣人 在血統上是這樣 那未來呢 未來的認定就是靠 我們台灣民政府所發行的這個身份證 有這張身份證的才代表你是法定的 在法理上的台灣人 沒有這張身份證的被嗜同外國人 那嗜同外國人就依照外國 像你任何國家的人到美國去 你能夠居留多久 那給你簽證多久 那超過你的時間你就必須要怎麼樣 回到你的國家去嘛 看你是哪一國的人就回到那個地方去了 所以我們在追求什麼 大家各位參加 來參加這樣的一個 如正列車 主要我們是要一起來努力 來做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大家請來準備 請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還沒開口 先不要看手機啦 手機做起來 來再講一次喔 這很太重要了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為什麼要非有正常化 代表現在的狀況不正常還是不正常 不正常 不正常 所以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不是 告訴你很深的問題喔 第二次 我們的代表人到美國去 跟一個國際法的學者 他跟我們談很多的時候呢 我們的副總理呢 就問他一個問題 你說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他就搞迷糊了 你知道嗎 國際法的學者呢 他不能這裡曬 然後就說怎麼樣 有啊 我到台灣 我到台灣海關的時候 看到很多國際啊 殺在那裡 所以台灣當然是一個國家 欸 國家的 是因為 有看到國際差在那邊 就是一個國家嗎 是這樣認定的嗎 國家有國家的條件嘛 對吧 國家是不是要有土地 要有領土 要有政府 要有什麼 人民 還有一個什麼 外交權嘛 要四行嘛 吼 那有土地嗎 蛤 有土地 土地是誰人的 土地 土地是誰人的 台灣人的 台灣人有台灣人的土地啊 台灣人都認認這樣嘛 那就是調理了 你如果沒有看1945年4月1號 在台灣有什麼事情 剛才老師說什麼 18數據的事情 19數據的事情 這些事情都不知道 1945年4月1號 在台灣有什麼事情 下課稿 日本天皇 中 民主憲法 在台灣幹部 這什麼意思 從那個開始 我們台灣這塊 這塊土地 就是什麼 日本天皇的 怎麼 的博土 對 不是 是民地啦 不是殖民地啦 正前呢 1895年 中路交流戰爭以後 日清帝國 將台灣 澎湖 國府島嶼 永久割讓給 什麼 本天皇 那時候 那時候掛過也是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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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常做他的土地了 他們過五十年 他們的建設 他們的劉力 在這裡的教友 黃明化的結構 五十年後 四月體育 他再選擇 台灣這塊 是我 日本本土的 內陸延伸 所以我以前才是 人家台灣 這塊土地 就是 日本的國土 所以你給我聽一下這個事情 他如果變成國土的時候 雖然八月的時候 兩位官主庭 剛好放著 兩位官主庭 在日本燈下去 台灣都頂一個舊頭 什麼舊頭 叫做蔣介石 所以他一直期盼 一直到現在 所以 從一開始 大家都不知道 人家 人家怎麼 人家都不知道 本來知道 為什麼變不知道 第一 發生是八十年 第二 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把你 啟動 二三十年 台灣人 經營的四十多人 台灣這些老人 四十多人 有一十歲的 四十多人 還有大家聽 那時候 台灣人才多 多多人 台多多人 那時候 我們算到八個 差不多十個家庭 到一個是誰 每十個家庭 到一個家庭 到一個是誰 所以 政治 大家都聽 變成 大家都乖乖 你把家庭 給我割 我 我就 相信 我 所以 大家 變成 老仔 做老爲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還不安心 還不安心 只要中華民眾 如果沒有離開 中華民眾 不管怎樣做總統 因為這個系統 在 時 台灣人 問題都沒有 十多 就是讓台灣這個土地的人民 現在就是沒有國賊 中華民眾 不是一個國家 1949年 的時候 就不忘了 如果中華人民 共和國 就不忘了 已經沒有了 法里山的滅亡 實際上滅亡 在那時候 法里山的滅亡就是 在官出的學國 的時候 中華民眾都結束了 都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 所有的國際 會議 國際外國 都沒有分辨中華民眾 主要原因是這裡 為什麼 只要用中華台北代替 因為 現在所謂的政府 就是 劉王政府 劉王政府的名稱 就是 中華民眾 劉王政府 在台北 簡稱 中華台北 叫中華台北 為什麼 我們要邮局 要下中華郵政 我當然知道 你知道嗎 這 劉王政府的 尤其叫做中華郵政總局 為什麼叫華航 中華航空 這就是 劉王政府的航空公司 叫做中華航空公司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不當用台灣航空公司 媽媽就知道 很多問題是為什麼 為什麼 你如果沒有了解 這個法律 就是你 你做到高雄 就是國際法的高雄 他們也不知道 所以就知道 我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們大家都可以回答 所以 你台北 如果在那上台 好的人 你就比 你到那個高雄 還比較好 真的 因為你回答到得到 你還確定 跟我們回答說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台灣基本沒有什麼 沒有享有主權 沒有辦法享有主權 因為台灣是一個地理名詞 所以我們講一講 我們再來要做的就是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不是要對付台島 我們是反對台島 所以台島 你如果是有台島的思想的人 我千萬你是不要管 這個執政團隊 因為阿伯 你的台島的思想 你的造成 一定會造成 美國對這個 很敏感 一旦我們裡面 如果有 國際地位正常會 台島的分數 台島的分數 在這裡 是有馬上處理的 馬上處理有很多方法 阿伯 我們的處理 一種就是死刑 一種就是變成 一定是開始 一定是開始 所以你如果自己 意志不堅定 還是說你對這個法理 你不清楚了解 你不堅信這個法理的時候 你又不堅信 這個法理 你又不堅信 你如果越來越清楚 你對這個法理 你是支持 不是支持 你是三姓 我們的法理是這樣 我們現在做的就是 你說用法理來革命 透過法律訴訟 透過這個協商談判 我們要取得政權 而不是用流血 不是用暴力 所以把人 他他 他的單位 來這裡幫他們放會修 來這裡 有的把你噴衊 有的把你污衊 有的把你挫三付金 我們是用同情的態度 來對待 因為他們是不了解 不了解 會犯了很多的錯誤 他們是說這樣 叫做愛國 結果不是 結果是做了很大的 很錯的事情 現在沒有修理 沒有代表阿伯 阿伯沒有修理 當然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對我們 對我們來說 這個最重要 他們是降命者 現在 所謂的 台灣副理當局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政府 還不在台灣 政權 他們的法律 是對我們不理會 是不公不理會 所以 他絕對不看 來這裡 來這裡幫我們 搞破壞 還是說 來這裡幫我們上台 人家的酒保 任何的設施 給我們污衊 用文字 用語言 給我們污衊這些人 看眾所 沒考慮 但是怎麼 但是無盡這個事 我們會做紀錄 有一天都會算 都是誰弄的 誰主導的 幕後的人數 誰都會找得到 那時候就會 在轉型正義兵的時候 就會處理 這是我們的 未來的 要做的事情 那麼 時間已經快到了 這部列車 也快要到達東天站 所以你們現在來加入是非常好的 因為你們好像是很 在很短的時間後可以收到了 收到了很多人 大家在這裡 花了十年的時間 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的成果 我們再來要做的就是希望無縫接軌 和平轉移政權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要拿到政權 我們台灣民國 要自己來管理自己的事務 民宿的部分 由台灣 我們本土台灣人所組成的台灣民宿政府 就是簡稱台灣民宿人 來管理 來治理這個地區 我們上面還有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在負責 我們的台灣的安全 國防 還有外交 這三個領域 就是由美國軍事政府來處理 所以未來我們也不需要花很多錢 去跟那些小國家交代 那麼累 多處理 因為我們是怎麼樣 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就是台灣國際正常化以後 我們也是美國軍事占領地 我們不是美國的一州 我們不屬於中國 從來就不屬於中國 因為1895年之後 大清帝國已經永久割讓這塊土地 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把這塊土地 五十年的努力之後 他已經翻行 變成他的國土 雖然他上拜之後 他放棄了 這個主權裡面的權利 但是他沒有辦法放棄 不是他不放棄 他沒有辦法放棄 主權裡面不可放棄的義務 所以他對台灣這塊的安全 日本政府是有義務 來維護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也不是安倍晉三個 因為安倍晉是代表日本政府 他已經放棄三個東西 一個就是什麼 right 泰國的claim 這三項 這些管理 這些固定 這些所有的頭銜 都要放棄 但是他不可以放棄 對台灣和 這塊土地的主權義務 主權權利加上主權義務 才是完整的主權 所以我們現在這塊土地 的所有權 也就是日本天皇 但是我們的主權 不在我們台灣人身上 我們也沒有這個 台灣的主權 這個主權 現在因為日本戰敗 他放棄後 他並沒有辦法交給什麼 所以現在 美國主要占領全國 他將我們台灣的主權 握在手裡 電子手裡 所以我們的主張和立場 我們每次要射到 射到射到射到 我們的主張跟我們的立場 就是來講這個主權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我們這些所在射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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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射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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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 主權權利 現在主權權利因為日本政府怕輸 所以這個主權權利會放棄 但是主權利誤會不會放棄 現在主權 正是美國總統的手禮 所以現在人們已經聽到過了 人們已經聽到 美國華盛頓DC跟他們接軌 台灣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要在美國華盛頓DC解決 所以以前我們不知道 走到這裡我們就知道了 只有我們能去 我們在那裡可以做工作 我們在那裡可以扶上檯面 我們在那裡可以去那裡議員 去國會議員可以 議民可以交談 可以交換意見可以做談 但是我們不能公開 現在不能公開 一包一包你會發言說 連國務院的官員 他要跟議民 如果他們的媒體現在都知道 這裡是第一次了 在今年很清楚 三月份三月份三月份到 美國要選項 要選項 我們第二次通報 美國和中華民國 我們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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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議員有435個人 那是我們邀請的對象 還有媒體 所以你就知道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是 這四百年來 不要說這麼久 因為你看看 沒這麼久 兩百七十幾年 兩百多年來 你台灣的人 將來也做過的事情 從來沒有做過 日本 你 在你台灣這段時間 也從來沒有做過 說到 蔣介石集團 你 代理佔領 台灣這段時間 七十幾年 你也從來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我們再做 第二次的接觸 我們已經完成了 再來 三月有第三次的接觸 第四次的接觸 幾乎每個月都會 我們都有代表團會過去 每一次的進度都不一樣 所以會非常的精彩 那你就知道說 外面的很多的謠傳 那個都是 那是什麼 你的團好一團 我們已經不跟他在那邊變是非 因為沒有必要 也沒有人會阻擋我們 動人動得到 他為什麼 這條路才是對 這條路才真正實實我們在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是因為我參與在其中 所以我都看不到 所以我也跟他們說到 那時候知道 哇 這個真的是 我們台灣的這些 真的愛台灣的人 你要用對的方法 在對的時間 來做對的事情 你看一下台灣民政務 這個法理的課程 對你來講絕對是一個對的事情 你把以前錯誤的那些歷史 全部把它比例就對了 為什麼 我們的媒體給我們的資訊是錯的 我們學校給我們的資訊是錯的 考試考的 正要考那些科目 那些東西很多都是什麼 那些是不對的 不是事實 但是都一直要你去讀 藉著考試 藉著升學 藉著競爭 藉著表演 藉著你自己用才的事情 結果我們就幸福為真了 我們在一個假的虛擬的世界裡面 在玩這個事情 全世界沒有人在承認的事情 結果我們花了時間 在學這個東西 現在開始 重新要歸零 所謂無望接軌 就是我們政權要轉移 所以我們希望說 把所有的那個 那個震盪呢 希望降到最低 那為什麼會有震盪 為什麼會有震盪 因為 當你不同華裏的時候 你所看的事情 你所做的選擇 你所下的判斷就不一樣 你會想錯 你會看錯 你會選擇錯了 那一旦選擇錯了之後 就決定到你的命運了 你的命運就會不一樣 那未來 當美軍進到台灣的 大量的進來 而且當他台面化的時候 當大家都看得到的時候 哇 那美軍怎麼看得到這麼多 那美軍怎麼看得到這麼多 的時候呢 美軍那旺南大陸已經沒有了 你已經來不及了 你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這個門呢 已經 關一半以上了 所以你去洗那個門湯進來 關一半以上了 那未來呢 未來 當我們出生之後 我們在招募人才的時候 就不是這個方式了 會給你很嚴格的考試 很長的 很長的訓練 很嚴格的考試 跟現在的系統不太一樣 那無縫接軌有三個定義 第一個是從 在講鐵軌的問題 鐵軌連接石 緊密無縫 其實鐵軌是一段一段 怎麼會無縫 這個跟這個就有縫隙啊 怎麼會無縫 因為鐵軌是在太陽底下曬 但現在天氣很冷對不對 鐵遇到溫度冷的時候 它會收縮還是膨脹 會收縮 收縮後 湯跑出來 這個湯如果太多湯的時候 怎麼 火車過的時候 咕嚕咕嚕 對不對 如果再多湯可能 可能會輸過了 走到外面 所以它在湯 它在湯 它在縮的時候 縮出來的距離 還要留在安全指數裡面 但是它在湯 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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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收縮 收縮的時候 膨脹會變長了 變長的時候 大家替它變長的時候 它如果收縮的時候 它會跳起來 再讓它變長的時候 剛才剛才還沒有 還沒有變形 所以要有一個一定的湯 那湯是安全的 機首來臨的空隙 所以就像無縫接軌 是真的無縫嗎 也不是 但是拜託說 要保證這台火車 整台北京開到冰凍去 這台火車不會冰車 這就是無縫接軌 第二就是 你隱身 任何事情連接的時候 都緊密恰到好處 想說我們來到這裡 搭鐵路 要搭計程車 鐵路 來到 開火車搭下來的時候 馬上有一個駕駛車在那裡等 駕駛車上車的時候 就在那裡等 又無論你載賣樓 一載就載到你 想到的地方 那也是無縫接軌 他說鐵路 坐鐵路 火車坐在那裡 我們兩點鐘都搭路車來給我們載 我看這樣 我看在高主公路下路車之後 我真的搭路駕駛車 有時候搭路駕駛車 有時候搭路駕駛車 搭路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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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搭路駕駛車 所以這就是 有時候也沒有損失 有時候也很損失 第三引申過 男女朋友在分手之後 他們馬上 雙方又交了新的男女朋友 馬上又建立了 怎麼樣 幸福又美滿的家庭 這也是一種無奉借過 我們現在說的是第二件 這件事跟那件事 這個政權 要換人政權的時候 要讓人很平順 這樣過 這就是無奉借過 這有更多面向去坐 這是我們第一篇 十一月七號 十一月八號 美國總統要 他要選舉 我們十一月七號 我們離去台灣 去美國 去參觀他們選舉的狀態 我們有一個人 都有一個名片 這個名片 就是你的名字 你的政府 都會寫到這裡 這個主旨 不是領導的主旨 這個電話 不是領導的電話 主旨就是 我們辦公室的主旨 通常辦公室的主旨 有拜託你 如果是領導的台北九 台北九的主旨 你的台北九的電話 就放就對了 這是我們的官網 官網這幾日 你應該知道 USMG TCG 這幾日你打 打完之後我們的官網 就要走出來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事情看 你都要去官網看 因為 你如果說你不來中央的時候 有當時有些事情 你也知道 所以你經常去官網看 你要知道現在 有什麼新的事情 這幾日 我剛去打這間飯店 是在白宮 這個所謂是白宮 白宮過一條街路 第一間飯店 這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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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日 叫什麼 那幾日 叫做 華盛頓紀念碑 這幾日 川普 他動産後 有差不多 一般人 沒有一般人 對川普的 這個人 說他的政策有意見 所以都在抗議 就在抗議 因為華盛頓紀念碑 在抗議 反而抗議有沒有效 抗議有沒有效 抗議沒有效 但是可不可以抗議 他可以抗議 美國是 民主的國家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百姓都可以 表達他的意見 像說我們在那些時候 在白宮周圍 一段時間 也有很多人在抗議 在抗議什麼 也有百姓在抗議 不是在抗議什麼 都可以學會 起到這麼高 他也在抗議 還有 還有 看到一個 看起來是 年輕我怎麼抗議 整個水手 他們本來都抗議 整個手手 都發到這麼長 在那裡 大 大 報堂 晚上就下雨 很冷 晚上就下雨 然後 他就米在報堂 裡面 很標語 主要是反散 他反對戰爭 他也是自己在那裡 沖住了 在白宮頭上 沖在那邊 官公客人 這些 要去白宮上班 大家都也會看到 他們想說這樣有效 但是 那個 那個 美國的GBC公司 那個 主任跟我說 你看 人家用到的方法 所以人家說 不用到這裡 不用到這裡 參風入宿 而且完全沒有效果 你可以表達意見 但是有沒有效 沒有效 白宮會不會理你 不會理你 就是 你到了白宮的前面 你把你的訴求拿出來 但是 你見不到對的人 你的訴求 不會被侵賴 不會被看見 而且不會被處理 這就是 這就是 你要去米國訪議 大家都知道 你要去白宮訪議 你怎麼知道有效嗎 沒有效 真的沒有效 真的沒有效 什麼就是有效 會不會 我們找到了 那個方法 我們找到了 有效的方式 美國 體系 它能夠 承認 能夠接受的方式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 白宮的 這個 華盛頓地區裡面 在處理這個事情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川普的執政團隊 要來開始來 好好的來思考 台灣的問題 那台灣民政府 他的 他的責任 他的角色 他的意義 的時候 他要啟動就很快 那如果 如果是 另外一組人當選 這可能就不是這樣 可能就是 一切都從何來政治協商 談判啊 哎呦 模糊政策 都在扛來 扛八蛋 不可憐喔 為什麼 因為歐巴馬 他上來的時候 他 第一張收到的 寡議的團票是誰告他的 就是台灣民政府告歐巴馬的 告到他下台了 換了 換了一個人的時候 換一個黨的時候 他們的做法 他們的組織就不太一樣 所以 對我們來講有沒有幫助 哎呦 反而有幫助 所以 你的身份要對 你的名片才會對 你身份名片對了 你說的話就要對 那你做法也要對 那他就會告訴你說 歡迎光臨請上座 這樣知道嗎 好 你現在在做什麼 你現在在拿身份 辦了身份證了沒有 還沒有辦的請舉手 你沒有台灣民政府新聞經驗 拿手 有的拿手 你已經有的拿手 辦了還沒有出來 辦了還沒有出來 那你要天天打架 要讓他趕快出來 因為那是代表 你就是本土台灣人 法定的本土台灣人 這裡有分幾個集數 你知道嗎 一個是TW 一個是PTW 一個是PTW PTW就是你的爸爸 或你的媽媽 是中國人 所以這個PTW 然後還有一個CW 就是 爸爸媽媽都是 都是中國人 CW 還是其他國家的 身份 再來 你未來拿到 有效的主牌 像你沒有這個 我們現在要有這個 拜這個就是你的通行證 拜你沒有這個 你是不可以進來 不可以進來 你沒有辦法參與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 以後你會有名片 這個名片代表是 你的工作 你的職份 這兩個都有了之後 再來呢 要認真撤青 不是來這裡也不用撤青 來這裡要撤很多青 所以 所以 秘書長有這兩分證 你一定要買 他出很多分證 你有兩分證 你一定要買 日本是什麼 新台灣論 新台灣論 還有日本呢 就台灣論 是嗎 新台灣論上課 上課 下課 這兩分你一定要買 買回來 買回來 不是你一定要撤 買回來都沒有撤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 裡面呢 你慢慢看 一張一張 也可以 或者是 你挑 你有興趣的先看 你不可以從第一次看 這個問題 他每一篇文章都有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我好比 你那個題目你先看 你知道嗎 重點過來出來 不知道 這個地方好幾乎 要問人 如果不知道的就 重點心看 來這裡給別人想 那個就對了 你會想對了 你要講 你要講的話 要講就對了 就是說你要 先把 你的腦筋裡面 要放對的東西進去 你才會說出對的話 你腦筋裡面沒有對的東西 你說出來的話都不對 都會有問題 再來 你要學做 怎麼做 這個叫做執政 執政就是要做 不是只動嘴巴 你要怎麼做 這就是要學 要學什麼 從頭學習 這個是學校不教的 學校 哪個學校教你 怎麼當一個總統 怎麼當一個行政院長 怎麼去當一個國會的議員 沒有啊 哪個學校教這個 對吧 所以我們術服都很差 因為什麼 沒有好好的學習啊 這日子有一個黑幕 有樣學樣就這樣去下去 所以 以後我們 我們 不會走這樣的路 那不會走這樣的路 你要怎麼樣 你要 從頭學習 要如何做一個好的政務官 未來我們底下有很多的事務官 什麼叫政務官 什麼叫事務官 你要知道 你要想要來執政 但是你又不知道 什麼叫做事務官 什麼叫做政務官 未來你們過五官之後呢 我們就會開很多的課 來告訴你 怎麼樣 要怎麼樣做 你才是一個正職的官員 那我們只要4000人而已 已經都快 都到了 會再預備一些人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 年紀到大 或是說他出了意外 然後會突然間沒有辦法 帶著政行列裡面 所以會有一些 還有一些後備部隊 所以大家要努力 趕快把自己 基本的這件裝備好 然後學如何 來做一個稱職的官員 你有些人會當事務官 有些人會當政務官 所以事務官就是 你是技術木屋 比如說你是蓋房子的 你的官房是在建築 你是在建築這裡面 在國土建設省裡面的事務官 那政務官就是管政策的 政務官是會下台的 任期到下台 第二個 職務 職務的需求改變下台 下台有時候 給你放到一邊去 晾在一邊 由別人來補 然後在那個現階段 那個階段的任務 有那個人去完成 就不是你了 你在那邊standby的時候 你也是要充斥你自己 各方面的領域 再來 下一個機會來的時候 換你變到哪一個 哪一個部位 又去當一個政務官 所以政務官是會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但事務官就不是 事務官他在這裡 可能就是一輩子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做這個事情 那政務官需要領導事務官 事務官是要做事的人 政務官是怎麼樣 是管政策的人 所以你腦筋要怎麼樣 你腦筋要很清楚 你要知道怎麼做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政策是什麼 所以要你訂個政策 然後執行個政策 是不簡單的 如果沒有 好好的去用工裝備自己 是不行的 那這個跟學歷有沒有關係 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跟努力有關係 我們在執政之後 我們沒有再看 中華民國體系底下的學歷 就是你在中華民國體系底下 拿到的博士 我們也不予承認 我剛剛就跟你講過 你在這裡上過的課程 你所了解的法理 你已經贏過美國的 那個國際法的教授了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因為讀的東西 讀錯了就糟糕了 讀錯了 讀了一些沒有任何東西進來 那些對你來講的 未來的執政是沒有幫助的 再來對你有幫助的 對台灣有幫助是哪些東西 你要先把它釐清 把它圈出來 然後這些東西好好的去讀 而且要精通 要非常懂 不然會一直半解 啊 這個講這樣 對啦 這個講這樣 對啦 你自己沒有判斷能力 這樣不行 那整個的判斷能力在哪裡 這基礎在於 新台灣中那裡要診斥 這兩本書最重要最重要 你兩本書的人不看 不看之後 如果不太好 你自己拿去裡面看 不太看 沒有時間看 這兩本就看不完 那你想要執政 你不在執政團隊裡面 但是你對這些都不了解 你要看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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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裡你就急了 你就懷疑了 你就懷疑了 你自己怎麼 亂疑了 那思想執政團 你最懷疑了 你最懷疑的事情 想沒有啊 那在這個十五同 那你找不到出來 那是最懷疑的 沒有人沒有人會這樣 所以如果沒有透過 你自己 那個邏輯的澄清 再一次的想清楚 你沒有辦法講出對的話 你說的話會發生事情 在你的做法就會發生事情 講錯話 做錯事 那會處理的 一定會處理的 政府官就是要 對政策負責 你對於法理財的紅線 就完蛋了 那一定是下下 所以千萬要很小心 這是我們的訴訟律師 這是我們第一波的代表 一二三四五六七 律師長夫人 那這是 這個是我們的 辯護律師的 那個特助 那他到那個飯店來找我們 來跟我們 那個分析說 現在的訴訟的進度 那是去年 十一月八號的事情 那現在更近了 已經更近 我們現在三次八號之後 你就告訴我們 大概二月三月的時候 就要口頭辯論 那果然是 確定是在三月九號 那我們三月六號 就會組團 又到美國去 會參觀 會出席那次的口頭辯論會 我們是原告 被告是誰 美國政府還有呢 還有中華民國 所以他們要害股書籍 他們如果沒有關係 他們都要害股書籍 我們去組團體 去聽 之後 國會的 國會那邊 還會安排 安排我們 那個 美國國會的參觀 介紹 學習 然後給我們上課 上三權婚禮的課 要很難去運作 所以這些叫做政務官的學習 剛剛在講那個做法 做法不是你自己用腦心想出來的 我們會跟著美國的制度走 走三權婚禮 三權婚禮怎麼運作 就不要學 所以當你沒有身份 那你又整個的自己 基本裝備都沒有辦法跟著上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跟著台灣民政府的代表去美國 就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趕快要 要趕快你的腳步跟上 裝備你自己 那你 將來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是 華盛頓 華盛頓 特 就是華盛頓郵報的總部 他們的招牌 就是小小的在大理徒上 他刻著亮的一個字 這個你們的招牌 在一個大樓的那個柱子 有一小塊 這樣 不像台灣人 你看小公司的招牌都弄得那麼大 那整個的市場就非常壞 到美國去的時候 他們工資沒有比我們少 商店沒有比我們少 但是人家的招牌 等下我們給你看到 人家的招牌 沒有像台南這樣子 這樣亂七八糟 整個市場都被破壞 不是這樣 這整個 這個 城市的經營 這講到這個城市的治理 人家 先進國家的那一套 我們不要趕快學會了 進來他的總部之後 這個 WASHINGTON POST 寫在這邊 這個是天花板 天花板的下面 是怎麼樣 就是搭電梯的地方 為什麼我照這種照片 因為 照了這張照片之後 要再拍第二張照片 已經不可能 馬上有安全人員來跟我說 在這裡不能拍照 本來是怎麼樣 是要求我的 那個 相機裡面的要刪掉 在這個的前面 我們在這個的 這個 門框的外面這個地方 就開始檢查身份 那要去參加 參加這個 大選之夜的時候 每個人的名字 要事先包到美國去 那美國會審查你的名單 會審查你的背景 審查你的身份 如何身份 那你是安全的 背景的情況之下 他才會同利 讓你進來 不然你到那邊 你不是說到那邊排隊 你就有辦法排到 讓你進去 沒有 對名字 對名片 還有對他們的名單 事前的審查名單 你有沒有在名單裡面 就是這樣 你現在在哪裏 你現在在製造你的名單 你的名單 有沒有在我們的執政團隊裡面 沒有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進來執政團隊 這樣知道嗎 這個就是大選之夜的主場 大家都看這頂上 你這邊有一個很大的 很多很多的 很多地方的那個 即時的現況報告 都是大的那個 螢幕 大家都在看這 然後他會安排 不同的人 坐在這個地方 馬上做 那個選 那個選情分析 這個選情分析呢 是現場直播 在別的地方 別的周圍都看得到 那這個地方 除了我們之外 沒有黃皮屋的 農總是白人 所以隨便說 這個就是白人的上流社會 白人的世界 在華盛頓DC 共和打的比較少 民主打的比較多 他是不分黨派的 選情之夜是沒有分黨派的 那我們在哪裡看到 大概9點多10點 因為還有時差 大家都很累 所以說沒關係啦 這個 因為美國地很大 他們的時差的問題 所以再等加坡要開票 如果要等到加坡要開票 要等到大概凌晨3點到4點 所以都充不了那麼久 我們大概在9點多10點的時候 我們就先回飯店休息 第二天醒來 竟然都充滿了 那時候 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五位達成 所以我們就收到一個指令 就是說 請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要亂發表意見 你不常表態 我跟你知識接著 你知識接著 你會壓錯把 這個變化好像是化學變化一樣 在一夜之間變化 看起來 你看看總人數 川普不是最多喔 但是 他的選舉人票 川普贏了 所以那個選舉的 那個選舉的制度 導致了 導致川普他當選 而不是 這個 那個選舉的總票數 所以不一樣跟我們開會選舉 就是不一樣 那不要壓錯把 這個就是 有主持人 有那個 那個對談的對象 即使都分析這個選舉 全部都不用英文的 講得很清楚 但是速度都 對我們能講都很快 所以其實從現在開始 我們每一個人 不正常隊的人都要 好好的講英文 好好的去學英文 英文是我們以後的觀眾語言之一 以後我們的觀眾語言 是 台灣話 英語 日語 啥叫 不是中文喔 現在講的中文 不會是主要語言 在學校也是這樣喔 學校要學這些中文啊 這個是到 你考上中文系 你就去讀了 像 像 你要 你要好好的研究 這個英國文學 就要考那個 外文系 喔 英語系 英文系 那就要讀那些東西啦 好 英國文學的那些 那些 那些歌劇啦 那些很深的詩詞啦 要去讀這些 要讀中國文學的 孔子 倫女 欸 欸 倫女 夢 夢子 講的那個 那些喔 這些東西 喔 這個 文文官職啦 那些東西 文英文那些東西 都要從文學 去 再去讀 以後 官方也不會有 中文沒讀 不會 絕對不會 喔 那英文是一個主要的語言 所以 我們從小學 所有的 語言 就會開始 教育就會開始改 一定會改 喔 這個就是很大的電視牆 每一個都是不一樣的地區 都是不一樣的地區 都是不一樣的地區 喔 以前西拉園 那時候還會笑的了 到那時候 那個 臉色就慢慢的變了 喔 整個選情就不一樣了 喔 這一位是我們 在 美 到 我們台灣民政府在美國 幫我們安排這些 這些 這些 政治事務的 主要的 關鍵人物 他叫 他叫做 非常重要 他很用心 其實他 他的血統不是美國人 他是南非人 是南非的白人 但是 他在美國受教育 所以 現在都在 在美國 他成立的 成立公司在美國 所以他主動 早上 密使長說 他要幫我們 來協助這些 那個 我們在美國的工作 所以他主動找我們 說他願意來幫忙 當然這個幫忙 是要誤會的 不是不用誤會的 那會講英文的人呢 就會開始 就是找 這個能夠談的對象 就開始談這些 選舉的事情 那這張照片是2005年10月 川普他第三次結入的時候 你看 那個時候他們還是好成年 那時候總統住誰 總統住他 連總統都到場 這是他現在的太太 那竟然呢 在幾年之後 2016年 15年以後 11年以後 他們變成怎麼樣 變成全舉上的一個聖體 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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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來講 這個GCE執政團隊的文化 那我的課程是有連續性的 大概基本上前面這一段 是一樣的 那後面再來是不一樣 這個 那我主要的 這個無縫接軌的課程 有分出探 那跟祥論 然後現在我是在講祥論的部分 如果對於之前我都講的 你有興趣 你要到官網裡面去看 你就會看到 那我講過的就沒有再從事講 我們 執政團隊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確定我們要 我們會接政 而且我們要積極的爭取 向美國爭取 不是跟中華民國在爭 我們跟中華民國沒有任何關係 那不需要再玩 我們也要為中華民國接政權 不是喔 因為中華民國的 他現在的治理權 是美國授權給他 代替美軍來治台灣的 因為美軍是佔領者 我們是被佔領者 那現在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是要跟美國總統 要我們要在台灣的治理權 那要在台灣的治理權 那要在台灣的治理權是 為什麼要有一個團隊 因為一個人無法接政 所以我們需要一群人 一群好人來接政 那這群好人都必須是 在法理上是台灣人 那你PTLU的人 在六年之內 你是不能夠進入政治圈裡面 PTLU的人 如果你的生命是PTLU 六年之內 是不能夠 Touch 這個 我們的主政 這個領域 那你如果是拿到的是PTLU的 我們就 我們就歡迎你 趕快來 趕快來接受